回到新聞龍捲風的LIVE現場 這也是我們在52頻道的 最後的一個晚上 再來你要看我新聞龍捲風 你要到網路上面去看了 不過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 非常瘋狂的時段 這一段時段就是真心畫大冒險了 我當然第一個想到就是聖美姐啦 什麼啊 為什麼我要真心畫大冒險 說實在喔 我也不知道這裡面什麼東西 因為這不是我準備的 不是我準備 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看 我可以站過來嗎 我可以站過來嗎 偷偷看一下 只剩下現場六位來賓 要跟誰共渡餘生 如果如果地球表面上 只剩下現在的六位來賓 你會跟哪一位共渡餘生喔 聖美姐我跟你講 我體力很好 我跟你講我體力很好 我會做家務 聖美姐我最年輕 你要打開去 我要熊笑咧 天啊 你們這次 聖美 我要講笑咧 聖美姐 聖美姐 好 你們請客 像這個 這個 六個 全部閉嘴 來 聽聖美姐要選誰囉 好了 我可不可以寧願自己自殺 不行 六個是不是 你們從來都不知道誰最有魅力 你知道這裡面有一個 是我常年的偶像 我今天想要跟他告白 誰啊 你知道嗎 我之前去開獎的時候 他不斷的提他的初戀女友 住在花蓮 不要躲了 三十年他都沒有忘記 他要躲了 誰的初戀女友出在花蓮 就像花蓮的麻糬一樣的 軟Q 有軟Q 你幹嘛脫起來 有阿哥 臉都紅了 有阿哥 有阿哥 這段真的能播嗎 有阿哥 我已經按出去了 Live的 有阿哥 回去跪算盤 來 盛美姐 今天你已經選了這六個男的 只能選一個 但是現在這時候 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後 五十二頻道沒了 哇 那你要選擇誰了呢 但是我選擇誰之前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真心話大冒險 對 沒錯 那因為剛剛都是在考我們對不對 對 你知道我來上龍捲風之後呢 我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藏在我心底 我很早就想問了 我沒有想到今天是最後一頁 我今天不問我也沒機會問了 所以我一定要問 容許我問一下好不好 我第一次來上龍捲風的時候 我上完這個節目 因為我忐忑不安 因為我覺得我表現得不好 因為各位前輩都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這個節目有一個特色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每一次錄完影 我們把包包拿起來 走走走走 走到電梯的時候 有一個人會搶先一步 把電梯門按住 然後會站在那裡說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大家 為什麼 八年半了 為什麼 我始終如一 為什麼 我一直在問所有人說 我上過有幾百個節目 從來沒有說 每一天主持人在錄完影之後 竟然幫你把電梯按好 對 謝謝 真的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為什麼 你今天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 因為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是菜鳥 我是女生 所以他一定送我 沒有 男的女的都一樣 你為什麼八年來風雨無阻 每一次節目錄影結束 我一定送來賓到電梯口 而且我再抱一次料 你知道戴力剛啊 有一段時間腰壞掉了 他還是站在那個門口 謝謝 我腰扭到啦 什麼腰壞掉 我是抱小孩腰扭到 不是腰壞掉 他是晚上太努力了 不是 戴力剛 我不是要弄哭你 你現在也站在那個鏡頭前 真的啦 因為從今天以後 我就看不到這個人 穿著粉紅的襯衫跟領帶 然後謝謝 然後辛苦了 為什麼 還會有啦 我們在網路上 你告訴我答案啦 不行 我要先要你講一下NCC 我不是要弄哭你 但你就是要告訴我答案 我很執著 什麼答案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 剛剛外面響起如雷的掌聲 我覺得 我一直認為麗剛不是地球人 他是外星人 因為上他的節目 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 他非常非常尊重我們大家 他認為這整個節目 是來賓整個建構起來 他對我們有高度的尊從跟尊重 八年 從來沒有一次 我走進電梯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 外面的朋友們 我們要給麗剛一個掌聲好嗎 我都快哭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但是 妳要給他講話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外面的朋友 謝謝 謝謝 不過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今天晚上 我為什麼在前面講這件事情是 我是一個一輩子都把新聞 當作我自己的志業 去努力的人 我剛剛提到這件事情就是 請不要忽略這個細節 這個節目 他對來賓的尊重 他對新聞專業的把關 非常非常的嚴格 那今天我一直認為 我已經不想去討論NCC的事情 是因為各位都已經講了 那我的感覺是 今天不是結束 不是結束 今天是開始 我們不是好欺負的 你們不是常常講 台灣人民要自己做主嗎 太棒了 從今天晚上十二點開始 我們台灣人民就自己做主了 自由自在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有 外面的掌聲非常的多 你們要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永遠監督這塊土地 永遠監督這個政府 沒有再怕對不對 對 我們希望龍捲風 會秉持我們的精神 持續的一路做下去 我們絕對是一路做到 沒有地球人為止 因為當時開節目 是要做到瑪雅 世界末日 但世界沒末日 有人類 所以我們董事長說 那你就繼續做下去吧 莉剛 我還是希望每天看到你 謝謝 辛苦了 謝謝莉剛 來來來 一排來 照一下 開始 謝謝 辛苦了 你真好 來來來 友華哥 剛剛那個 初戀 社美姐的六個男人 只能選擇你了 來講一下吧 我老公有在看 你要好好講 我講 我不是要你講他 我要你講的是你看 今天我們這個節目這麼的多元 這麼樣一個歡樂 而且這麼樣一個 各式各樣都可以發展的節目 可是就在今晚 NCC就直接把我們給關了 我第一次開始 給你們看一下 各位觀眾 我可以告訴你 我今生參加第一場的遊行活動 是為林鄭傑 第二場是為私信中 我還記得標題是 為司法送中 結果沒有想到 到了今天 我還是為了司法送中 各位想想看 快要三十年的時間 我張有華到底為了什麼 我沒想到 當年為司法送中 到了今天晚上 我還為司法送中 因為今天中午 如果廣場的來賓 大概都聽到 那我說下午五點半 一定會出來 可能過不了關 欸 金平 那我是不是這樣講 沒錯 對 對不對 但是我沒想到 到了今天還是為司法送中 我現在告訴各位 今天中天關台 他關的不是五十二台 他關的是台灣的新聞自由 台灣的言論自由 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人民要覺醒 我們要給蔡英文一個教訓 給蘇貞昌一個教訓 我們認為今天不是問題的結束 而是另外一波是監督政府的開始 我希望各位觀眾 能夠像我們一樣 從明天開始 好好去監督這不義的政府 因為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三十多年司法送中 三十多年後還是為司法送中 我們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什麼事 要靠我們人民覺醒啊 我們看著我們台灣 我們注意到台灣是一個民族的國家 三十年來的民族 有阿哥也奮鬥了三四十年 有阿哥以前就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 但現在看到的反對黨 他們從草鞋變成了皮鞋 穿了皮鞋 你就忘了一切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完全免簽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 守護台灣 刷一排 甲儀